欢迎回到美丽星台湾 潘宝人夫妇向往户外生活 在美容山区买了一块种满槟榔的土地 他们将槟榔园变成了充满生机的农园 不只吸引野生动物的光临 还跳脱了都市既定的生活模式 看见了更宽广的世界 潘宝人夫妇想买一块地 为退休时做准备 因缘际会埋下美农山区这块 四周没有林田农药污染的地 我喜欢的是因为它的环境 它周遭的环境是属于非常低度开发 没有人为破坏的一块区域 接手这块地时 他们移除园区内密密麻麻的檳榔树 仅留几棵菠萝蜜 以及不同季节性的水果树 就是买链聚回来一棵一棵这样聚掉 然后去整理环境 因为园区大概这样聚就聚了一千多颗有 先把环境整理出来 可能我先生就会去看一下日照啦 或者是地形 然后再去想想说 我们要种一些什么作物 再一区一区慢慢整理 潘宝人的专业工作是游戏机维修师 他自己成立个人工作室 而太太简玉炫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才三十出头的夫妻俩向往户外的生活 才决定构地过半农半X的生活 在市区做的工作不是劳力上的 是脑力上的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做久了还是会 我们所有工作均在证啦 对啊 一定会发胃 那你如果适时地跳出到另外一个模式 我觉得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啦 而务农这件事 让他们跳脱原本的生活框框 他们尝试一小区块一小区块规划 种植不同的作物 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或者是在另外一个环境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像我先生他水电木工什么都要会 来到这里你的身份 就是跳脱到另外一个 你有兴趣做 就算你不会做 你也要尝试地去学习 尝试各种学习 所有农田需要的 几乎都是夫妻俩自己动手做的 他们甚至为了友善土地环境 也加入过秀明自然农坊 大概两年左右 对那时候就觉得说 一块地放在这边 只是为了单纯退休来这边 然后度假的那种方式 好像跟我们想要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种一点想自己想吃的东西 然后后来种之后就越种越多 后来才加入那个秀明 秀明的协会 开始往生产的方向走 但后来尝试秀明农法之后 他们发现很多潜在的问题 也重新思考改用其他农法跟做 应该是说秀明的种植方式 我们认为说在台湾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试用 对土壤跟气候的环境都不一样 虫害也有差 某些可能在我们以前 听过那个老一辈的物农的前辈 他们之前的跟做模式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用农药 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种得出来 那某些方法是秀明禁止的 潘宝人试着找出适合这块土地的种植方式 以及适合的农作物 才能让环境生态达到平衡 一开始的想法很天真就是种了 它应该就有的会长出来 对因为我们想说环境这么天然 它应该会长出来结果就没有 几乎没什么收成 会差很多 挫折会有 但是那个挫折是 你会一直找不到方向 去达到你想要的成果 从挫折中改变种植方式 相对的陆续有些收成 自然成为动物们觅食的天堂 但他们并不在意 应该是说全台的 一些被猕猴骚扰过的农友 都会比较对他们比较反感 可是我觉得我们来了这么久 那些猕猴对我们算是很客气 对 它不会把我们的作物说乱咬一通 或者是浪费 它会很乖的像菠萝蜜 可能一颗吃完去换下一颗 或者是蜜椒 它也是一串慢慢吃 吃完它才去咬别颗 不是只有人类需要这个环境而已 就是要自己转一个念头 因为每次来到这边就会 应该是说心灵上会有得到某一些满足 对不是只有金钱上或是说生理上而已 对潘宝人来说 有收成何不留一些给这里的原生动物们一起共享 善念的讯息 让来使用的动物们不浪费食物 也因为友善环境 他们通过了绿色保育标章认证 因为我们从这个绿色保育 然后推展到礼山这个概念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场域 非常就是礼山的概念 天空中时不时地传出大关咎 在上空盘旋呼喊的身影 这里的生态丰富起来了 也是让它们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 甚至在园区挖了一个生态池 吸引更多的昆虫动物栖息 也增添农园生意盎然的景象 我觉得有水就有生命 我觉得它的生命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它所聚集的昆虫 多少也会改变 像蜻蜓是最大宗 蜻蜓蝴蝶这边很大宗 然后蛙类 我们这个水池 多少也会有跟着吸水 流进来的一些西虾西雨在里面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型生态店 因为我们种的方式是多样的 相对它的微生物 或是说其他的昆虫 植物都会变得比较丰富 营造乡村环境的农园 它们种植一年四季 适合这块四分地的各种作物 也期望让更多人理解 食物跟土地之间的连结 其实好的食物 食材它是不需要过多的调味 一些过度的料理 其实是不需要 你知道的就是很天然的一个作物 重点就是一个理念的推广 我们想要的方式就是 希望让大众知道说 它的作物是怎么生产出来 拉近那个对土地的连结 那对环境也会有那些想法 会比较像环保那些 它们会去比较注重一点 它们将每年收成的作物 做成加工品 例如洛神花晒成干 做成一包包洛神花干 烘焙绝明子 鲜草干 姜黄粉 辣椒系列产品等等 透过网路或市集贩售 让更多人了解友善环境 所种出来的天然食物味道 也体会食物得来不易的过程 劳动真的很累 就是你如果要跳脱到 跳开劳动那一块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模式很好 可是你在务农这块 你又不能说 只要收获不要过程 那又很难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 有那个很累很累的过程 你才会想 到后面收成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这个东西 是得来不易 这几年的半农半X的生活 带给潘宝人 他们全家人 对环境生态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连结 把农作这件事 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也在辛苦劳力过程中 体会这一切 都是有代价与收获的 未经许可,不得了